花了一百来块钱买了一只鸡 你们觉得这个鸡的肉质好不好 先来给它清洗一下 洗的时候如果鸡皮这上面有一些含毛没拔干净 就给它拔一下 接着我们煮开一大锅清水 把鸡放进来 先烫一下鸡皮 放进去两三秒 然后再拧出来 再放进去 两三秒 然后再拧出来 这样子三进三出 最后一次放进去就把火关掉 然后盖上盖子 焖35到40分钟 记得一定要关火 接着我们再准备两包粗海盐 把它倒到一个大一点的盆里面 然后再来加入一些拍碎的沙浆 一包盐焗鸡粉 最后是一把香菜 然后给它拌匀 这个方子是酒店的一个大厨分享给我的 它做出来的鸡特别香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方子给它记起来 收藏起来 想确定鸡熟了没有 我们用筷子从大腿这里搓下去 筷子拔出来它没有血水 那鸡就熟了 趁着把这个鸡放在盐里面 鸡肚子里面塞盐 一定要塞满 这样才能够入味 然后把鸡埋在盐里面 要20分钟 注意时间不要太长 会很咸的 我们再来擦一些姜蓉 磨好的姜蓉 再用纱布把汁给它过滤掉 一定要把这个水分给它挤干 然后我们就开始冷油下锅炸姜蓉 我们炸这个姜蓉 你只要掌握了两点 第一点冷油下锅 第二点小火慢慢炸 它炸出来的姜蓉就会又酥又香 炸成这样子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我们再来给它调一个味 撒一点点盐焗鸡粉 拌匀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这个鸡可以取出来 盐记得全部要剥掉 然后用凉白开给它冲一下 把表面的盐给它冲去 洗掉盐之后 再充分立干表面的水分 鸡砍好了之后就可以装盘 然后把这个姜蓉给它铺上来 这个鸡超级香 吃起来皮爽肉滑 连骨头都是香的 喜欢吃鸡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 最后再来点绿就可以开吃了 哇一开盖就闻到浓郁的橙皮香 霸王花我们平时呢都是用来煲汤比较多 今天我们来分享另一个吃法 先把这个霸王花呢给它用冷水泡发 用冷水浸泡40分钟左右 接着我们来处理鸡肉 清蒸的鸡呢要选择肉质好一点的 它没有那个腥味 有土鸡那就最好了 洗干净了之后我们来腌制一下 加入生抽 蚝油 少许盐 一点点胡椒粉 再来勺淀粉 然后给它抓匀 抓匀后再加入姜片 橙皮丝 再来大勺花生油 再次给它抓匀 腌30分钟 把黄花泡软了之后洗干净 水分呢给它拽干 然后铺在盘底 腌好的鸡肉再给它铺上来 平铺开尽量不要有重叠 水开来上锅大火蒸15分钟 时间到我们的霸王花蒸鸡就做好了 哇一开盖就闻到浓郁的橙皮香 最后撒上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鸡肉呢 它吃起来是又嫩又香 细细嚼它还有霸王花的香气在里面 然后这个霸王花呢 它吸满了鸡汁超美味 喜欢你也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哇这五指茅桃的香味呢扑鼻而来 太香了 又快过年了 广东人的年夜饭餐厂上呢 总少不了要吃鸡的 今天我花了90块钱 买了一只土鸡 今天分享的又是一个经典的客家做法 简单又好吃 先把这鸡呢 里里外外给它冲洗干净 特别是肚子里面的血水呢 一定要处理掉 洗干净之后稍稍沥一下水 然后把表皮这些水分呢 也给它擦干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 大概20克的花生油 然后大概就是15克盐 加在一起 然后给它搅匀 搅匀呢给它淋到鸡身上 然后给它涂开抹匀 这个做法呢 你记得一定要用花生油 它才香 鸡肚子也别忘记了 也要涂抹上盐 抹匀了 放着腌制一个小时 趁着腌制的时间呢 我们来调一把五指茅头 做菜呢 这个五指茅头要调这种细根的 像这种大根的适合拿来煲汤 用温水泡30分钟 再来清洗 泡好的五指茅头洗干净 然后给它塞到鸡肚子里面 像这种晒干的五指茅头 你一定要泡过水 它才容易出味 然后再找个生盘 底部放上姜片 把鸡放上来 蒸过的水开再放下去 大火蒸30分钟 时间到我们的椰香蒸鸡就熟了 拿出来换个盘子 放凉了之后再攒煎 这个鸡汤呢 千万不要倒掉了 把它过滤出来 等会我们还要用的 这样的做法呢 它蒸出来鸡啊 是满满的汁水的 哇 这五指茅头的香味呢 扑鼻而来 太香了 鸡攒好盘之后啊 把这个汤汁加热一下 淋上来 今天这个鸡呢 它吃起来咸香入味 还带着浓郁的椰香 真的最好吃 你们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下 前两天我在网上买了一箱土鸡 刚刚到货了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到货的这个鸡呢 它还是硬邦邦的 也还没有完全解冻 我买的是这种铜子鸡 这一箱有两只 还是挺划算的 我还顺便买了 他们家的土鸡蛋 等我一起煮来试试 我拆了一只铜子鸡出来 已经解冻开了 我们来清洗干净 然后把水分沥干 鸡豆子这里 还有一些血块 要给它弄干净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 四杯鸡的做法 这里准备了一杯花生油 一杯高度米酒 一杯黄冰糖 好一杯生抽 我们先来起锅热油 然后把我们的姜葱 蒜跟香菜给它爆香 炒香了之后 我们加入生抽 米酒 黄片糖 给它稍稍煮一会儿 煮开了之后 就可以把鸡放进来 土鸡蛋提前煮好 然后剥去壳放进来 把这汤汁呢 摇起来淋一下鸡皮 这鸡皮呢会更紧致 然后全程用小火 先焖个15分钟 焖煮了15分钟之后 我们把这个鸡给它翻个面 再焖10分钟 最后开大火收一下汁 我们这道四杯鸡就做好了 这个鸡呢 它是在山上放痒的 只是五股杂粮 所以一点肥油都没有 吃起来鲜香入骨 又嫩又滑 煮鸡蛋吃起来很香 一点都没有蛋腥味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咸咸 把茄子放回来 嗯 我现在给你煮一碗鸡